欢迎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288集 梁韵儿已经没有了一丝的力气 她只能蜷缩在滚热的地上 尽自己所能地抱着自己的躯体 被丢下火海 她并不害怕 她害怕的是自己的身子被这头肥猪玷污 在她的心中 自己早就属于张是非了 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 如果被这肥猪玷污的话 那自己还有什么 为什么死亡后依旧会如此的凄惨 梁韵儿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见那胖子满脸吟笑地一步步靠近 她一边走一边脱着自己的衣服 那漆黑的鬼差符被她随手丢在了地上 露出了白花花的一身肥肉 梁韵儿害怕极了 她蜷缩在那里 然后不住地对着那胖子恳求道 求求你 不要 求求你 那胖子呵呵一笑 嘿嘿嘿 不要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说到了此处 只见她一个恶狗扑石就扑了过去 将梁韵儿压在了肥胖的身子下面 而梁韵儿此时已经再也无力挣扎 只能本能地摇着头 躲闪着那胖子的臭嘴 她此时的心中忽然又想起了张是非 想想以前 自己每当面临困境的时候 那个男人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给她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她一直在保护着自己 一直在给自己希望 但是现在的她 真的不可能出现了 梁韵儿只感觉到自己的心 似乎都已经碎掉 虽然没有眼泪 但是眼前一红 竟然流出了血来 那血的颜色 比湖海地狱中的天空还要鲜红 梁韵儿脑袋里面一阵空白 心中疼得都快失去了知觉 是啊 她不会来了 因为这里是地狱 地狱之中是没有希望的 梁韵儿忽然放弃了挣扎 她静静地躺在那里 眼角的血不停地向下流着 而那胖子见她已经不再挣扎 心中顿时大快 只见她吟笑地将手伸向了梁韵儿的胸部 梁韵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在心中 同眼角的血泪一样 在不住地哭泣 对不起了蟑螂 看来我即使是死也不配做你的妻子 而就在那胖子的手即将碰触到梁韵儿的胸部之时 忽然一阵冰冷的声音从那胖子的身后传了出来 放下你的手 那胖子鬼差正要得手 抓住这块柔软之物 忽然背后传出了阻止的声音 这让胖子鬼差勃然大怒 她一咬牙 心想着这是哪个不长眼的鬼差 竟敢阻拦我 于是她便转头大声地叫骂道 骂的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竟敢坏老子的好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只见自己的身后竟然站着一个身穿鬼差制服 却没有戴鬼差帽的家伙 这个家伙一头长发 脸上戴着一张预制的面具 面具之上只留了双眼的孔洞 所以根本看不清这家伙的相貌 不过胖子鬼差可以肯定 这小子绝对不是自己这一层的人 他是谁 只见那胖子刚要张嘴 忽然脸色一变 嘴巴里面发出了一声杀猪似的惨叫 胖子鬼差只感觉到这眼前的鬼差 右手一抖 而自己的两臂一凉 然后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胖子鬼差的双手 竟然被那个家伙给齐刷刷地砍了下来 那个戴着面具的家伙用十分冰冷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 我说放下你的手 我说放下你的手 没有听见吗 你 你是 那胖子双手被斩之后 这才看见了那个面具鬼差的手上多了一把细长的宝刀 宝刀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让人是不寒而栗 我是要你命的人 这是那胖子鬼差魂飞魄散之前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只见那个面具鬼差说完之后 右手一挥 胖子鬼差只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忽然矮了一截 然后天地似乎也翻转了过来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奄然已经被砍下了脑袋 那胖子瞪着眼睛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 但是也由不得他不相信了 只见那个面具鬼差抬起了腿 一脚就踩爆了他的脑袋 周围的鬼差们全都愣住了 连手里的活都放了下来 他们都不敢相信 竟然有鬼差敢公然地杀掉地狱的领事 这可是大罪呀 一时间他们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是好 而只见那个胖子鬼差魂飞魄散之后 那个戴着面具的鬼差蹲在了地上 轻轻地抱起了那个奇装异服的女人 戴着面具的鬼差对着那女人轻声地说 亲爱的 醒醒 我 我来救你了 满脸是血的梁女儿 刚才已经彻底的绝望 她闭着双眼 只听见耳畔传来了一阵温柔的声音 这个声音为什么这么耳熟 这个拥抱 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的踏实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难道 梁女儿不敢相信 真的不敢相信 只见她浑身不停地颤抖 她不敢睁开眼睛 怕这只是自己的幻觉 怕这个梦会因为睁开眼睛破碎 但是她却无法把持自己 只见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人慢慢地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一张俊俏而苍白的脸 这张脸曾经多少次出现在她的梦中 只见梁女儿眼角处的血不断地滑落 她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能伸出手抚摸着张诗飞的脸 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真的 真的是你 说到这儿 梁女儿已经泣不成声 而张诗飞的心中此事也是无比的激动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她终于找到了她 张诗飞颤抖地对着梁女儿说 是我 是我 我来找你了 我来找你了 两个苦命人抱在了一起 如果那一刻可以永恒 张诗飞愿意献出自己的一生 两人紧紧地拥抱 头顶依旧是火红的天空 张诗飞确实赶上了 如果再迟一步的话 也许她真的就会暴汗终生 想她从那泥离地狱之中找到了洁净 洁净同样是一条隧道 她通过了那条隧道 到了第二层地狱 然而那条项链不是指着下方 于是张诗飞便毫不停留地继续向下 好在每一层都有洁净 而她此时身着着鬼差的服装 也没人管她 毕竟地狱中鬼差众多 谁也不会注意一个不起耳的家伙 就这样 一层接着一层 每过一层 张诗飞的心都会沉重一分 因为在沿途之中 她瞧见了地狱的百态 当真是一层要比一层险恶 由于担心梁韵儿 所以她拼命地奔跑 终于在到了第六层的时候 脖子上挂着的项链不再向下 而是直挺挺地指向了后方 张诗飞心中大喜 一顾不得什么 一把扯掉了帽子 同时戴上了陈团送她的面具 然后便化成了孔雀 朝着那个方向飞去 在火海之中 她也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炙热 反而感觉到了无比的愤怒 因为她亲眼所见那头肥猪 将梁韵儿扑倒在地 暴怒之下 什么安全与否 便再也顾不上了 张诗飞在一个俯冲后 就落在了那头肥猪的身后 然后斩其手 剁其头 如果她死得再慢一些 张诗飞当真有了将她千刀万剐的念头 幸好梁韵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张诗飞此刻抱着她 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这个拥抱的代价 她实在是太明白了 不过她不后悔 至死都不后悔 她望着梁韵儿 虽然她早已分辨不清世间的华光 但是当看到梁韵儿的时候 她忽然觉得自己的眼里又恢复了颜色 她这才明白 原来梁韵儿就是她心中唯一的色彩 梁韵儿流着血泪 紧紧地拥抱着她 似乎怕一撒手 张诗飞就会消失不见 只见她颤抖地对张诗飞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你也 很显然 即便是在地狱 梁韵儿的心中依旧无比牵挂着张诗飞 如果张诗飞也死了 那么她的死还有什么意义呢 而张诗飞则对着她摇了摇头 轻声地说道 我没死 我来救你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无论你是在哪里 哪怕是十八层地狱 我都会来找你 张诗飞说到了这里 梁韵儿已经泣不成声 人的一生 得此爱情 哪里还有什么抱怨 那一刻 梁韵儿只感觉到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而就在这时 那些周围的鬼差方才反应了过来 只见其中一个忽然大喊道 祸事来了 头被鬼杀了 被她这么一提醒 那些鬼差全都回过了神来 看他们的反应 似乎就跟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 那些鬼差不住的叫喊道 快快通报上边 抓住她 别让她跑了 炸鱼了 炸鱼了 吵杂之声不绝于耳 张诗飞叹了口气 看来虽然他舍不得此刻的温情与感动 却还是要去面对这个现实 这个擅闯地狱的现实 于是 张诗飞便又将的面具戴在了脸上 从面具的空洞中露出的眼神 依旧是一片温柔 你不要怕 我会带你走 梁韵儿浮在张诗飞的怀中 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不怕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男人紧紧地抱着自己 他忽然觉得 自己之前所受的那些苦 在此刻全都烟消云散 不复存在 这一刻 他是多么的快乐 哪怕下一秒就要魂飞魄散 张诗飞抱着梁韵儿站起了身 而这时 那些火海地狱中的鬼族们 已经从腰间拔出了武器 将他俩包围了起来 张诗飞在面具后面 冷冷地望着这些鬼差 然后左手搂着梁韵儿 右手举起了南非宝刀 直指前方 不要怪我 拦我折死 那些鬼族哪里吃的这一套 见他说出此话 便大声地叫道 上 把他拿下 一声鹤霸 那些鬼差们便举着刀叉 朝着张诗飞涌了过来 此时身份已经暴露 张诗飞便再也顾及不了许多 只见他猛地运起了自己的仙谷之气 仙谷之气涌出 更是激发出了这南非宝刀的力量 一时间是蓝芒大胜 只见他右手横着一挥 一道蓝光破空而出 他前方的那些鬼差们没有防备 竟然齐刷刷地 被刀光拦腰截断 瞬间 十多名鬼差被砍死 而剩下的鬼差也全都愣住了 就连张诗飞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力量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但是张诗飞明白 他现在是拼尽了权力 外加上这些鬼族都是最低等的鬼差 自然没什么道行 不过正所谓蚂蚁多了肯死相 现在他们身处在地狱的第六层 而刚才似乎已经有人前去通报 所以还是不要过多的耽误时间走为上策 要知道虽然每一层的地狱 都有一个通往外面的出口 但是张诗飞却没有这么做 因为这地方实在是太大 盲目的寻找出口 还不如按照原路返回比较保险 而事实上 他这一选择确实是正确的 想到了这儿 张诗飞便趁着打开了包围圈的一瞬间 拉着梁韵儿的手就冲了出去 那些鬼差们头一次见到这种威力 顿时又被吓傻了 直到张诗飞他们跑出去了挺远 他们才意识到要去追 张诗飞拉着梁韵儿 在火海地狱之中奔跑 天空是火红的一片 身后是一些提着刀叉不住叫喊的地狱鬼差 忽然间张诗飞出现了一种错觉 这一幕似乎自己在哪里见到过 他终于想起来了 自己的那个梦 自己曾经确实做过这个梦 现在的一切跟那梦中所见完全的一致 没命的奔跑 没有尽头的逃亡 只是在那梦中 张诗飞瞧不清自己所迁之人的模样 但是他现在回头望去 只见梁韵儿正在对着他微笑 虽然他们是在逃亡 张诗飞在那一刻忽然想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早有预兆 原来之前的梦里 他之所以瞧不见自己女朋友的面貌 那是因为他的潜意识还在迷茫 但是现在却不会了 张诗飞紧紧的抓着梁韵儿的手 这就是自己最爱的女人 可以让自己不顾一切的女人 跑了好久好久 就在梁韵儿已经跑不动的时候 张诗飞停住了脚步 已经到达的捷径了 那条捷径说白了 就是一条地道 就在这片火红的天空之上 张诗飞没有理会那些追来的鬼族 而是对着梁韵儿说 我们走吧 通往上一层的路就在上面 说吧 他便指了指那片火红的天空 梁韵儿愣住了 我 我们要怎么上去 张诗飞微微一笑 你不知道吗 其实蟑螂是可以飞的 此话说吧 只见那张诗飞的身上一阵蓝芒闪耀 他没有变成恐惧 依旧是人形 不过他的背后 竟突然出现了一双偌大的蓝色羽翼 展开大概有两三米长 梁韵儿一时间竟然愣住了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只见张诗飞对着他伸出了双手 来 咱们走吧 距离地狱很远的地方 这是地府的国都 丰都鬼城 丰都鬼城 是地府之中最大的城市 这里有着数十条街道 以及各种知名的建筑 在这些建筑之中 当属阎罗殿了 阎罗殿是地府最气派的建筑 就如同某宫和某海一般 是属于地府的权力象征 凡是来到地府的鬼魂 都要走一次丰罗殿 在那里会得到自己应有的判决 或是无罪可转世 或是有罪入地狱等等 这可以说是决定一个人来生命运之地 就如同那地府一般 门口排着长队 近处的亡魂络绎不绝 从未有停留的时候 不过今天的阎罗殿 似乎有些不对劲 只见那气派的大门紧闭着 门前的亡魂都茫然地停在原地不动 有数名鬼差 神色紧张地持刀站立门前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一般 这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 就在五分钟之前 那阎罗殿还在照常地运转 可是当一个慌张的鬼差 跑到了殿里之后 四下顿时紧张了起来 就连已经进了阎罗殿的鬼魂 也被赶了出来 然后殿门紧闭 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阎罗殿之中 没有灯火 门被关上了以后 瞧不见任何的事物 只听见黑暗之中 忽然传出了一声 如同闷雷似的爆喝 你说什么 有人杀了鬼差 还进了地狱 这声音听上去 竟然还带着回音 极度的威严 而这声音过后 在那黑暗的殿中 又传来了一个 唯唯诺诺的声音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我们也不晓得 为什么会这样 求大王饶命 饶你命有什么用 那威严的声音 再次响起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那么多的鬼差 竟然还让人 溜进了地狱 你可知 如果这事情 泄露了出去 对低伏会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唯唯诺诺的声音 变得颤抖了起来 在黑暗之中 不住地说 属下该死 属下该死 真的该死了 那威严的声音 似乎气坏了 只见他说完这句话后 就沉默了下来 而稍微过了一会儿后 黑暗之中 又传出了另外一个声音 这声音听上去倒挺平静 只见那声音轻轻地说道 大王 下官以为 现在不是追究鬼差责任的时候 而是应当尽快捉拿那来犯 以至于保全咱们的声誉 嗯 你说的没错 那个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叹了口气 然后又十分威严地说道 我且问你 闯入地狱的是什么人 姓甚名谁 现在何方 属下无能 不知此人面貌 只知此人面带玉面具 手持一把细长的宝刀 听他说完后 那威严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看来 不是咱们的冤家 不过 既然此人敢擅闯地狱 一定是有备而来 看来本领倒也不显宏 只可惜现在 忠圣君正在闭关 罪能打的不在 看来 只能让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前去围剿了 判官我问你 这四生 现在何方 之前那个平静的声音 再次传出 回大网 除了范无旧不在丰都城外 剩下的三位都没有公出 他说完以后 黑暗的大殿再次陷入了平静 过了一会儿 只听那威严的声音讲道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传我的话下去 与我阎罗令 交付谢碧安 牛阿邦和马明罗三人 叫他们带领两千鬼族 迅速前往地狱 围剿擅闯地狱之恶贼 同时 判官你马上雷起范无旧 命他速去支援 我鬼界地府从现在开始 进入备战状态 遵旨 两个声音同时说道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